这是台北县的新装传出了开枪的意外 这是一名家住在万安街的男子 他被人发现在自己的家里面开枪轰脑 现在已经送医急救 而警方目前在追查枪支的来源 还有他开枪的动机 连线给我们的记者徐华传 好 在台北的新装发生这几枪击案 是一名李姓男子疑似在跟朋友谈判 七八百万元的债务的时候 很可能是双方一言不合在气氛之下 李姓男子拿出预藏的枪支 朝自己的太阳穴给开了一枪 而特别的是他才就读小学的女儿 当时正在房间里面读书 听到枪声之后立刻冲了出来 还发现自己的亲身父亲倒在血泊之中 我们听个小说之前 警方的说法 问题我们还要厘清 当时有他女儿在房内 只有一个小女孩在房内 他女儿有听到枪声 刚我初步跟他问的时候 他说有听到枪声 跑出来就看到爸爸在那个冰箱旁边 倒在地上 当时有债务求分 大概欠多少钱 这个钱的问题我们还要厘清 目前还是整个案情弄好之后 我们再来做一个报告 根据警方表示 李姓男子之前是做槟榔摊生意 很可能是身心失败 而欠下了七八百万元的债务 再加上最近跟妻子离婚 想不开一次跟朋友之间债务 又谈得不是很好 所以在今天中午时候 才会拿枪往自己的头上 开了一枪 目前人还在亚伦院进行急救 以上是来自向最近进行的时间 将往捧内 好的 谢谢华川带给我们的最新的讯息